今天台湖在11點半過後 突然下殺了超過百點 520行情是不是讓大家失望了 但是我告訴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有一件非常非常大的好消息 我帥氣是因為我幫你賺到漲平 我是股市貴公子 鍾坤真 好帥喔 怎麼那麼帥喔 各位投資朋友好 我是Face鍾坤真 今天是5月20號星期一 台股市上漲了13點 那盤中一度是大跌了超過百點 很多人看到盤中這個行情 520行情怎麼這樣就結束了 怎麼比期待中的還要來得更差 其實我告訴大家 很多人在現在都有這樣的想法 說520之前撐指數合理嗎 這個邏輯我也認為是合理 那520過後 如果說他不去撐指數 台股是不是就會開始往下回落 甚至開始向下反轉 我這麼說好了 我先給大家一個結論喔 理論上來講 是這樣沒有錯 你說520前撐盤 至少讓整個新總統上任好看一點嗎 這合理 那520過後如果說一些控盤手 政府資金全部都收手 台股會不會回落下來 正常情況來講有這麼樣的可能性在 但是就這麼剛好 台股現在有 另外一件事在保護 等一下我再帶大家來看 那還有說其實說以今天來講 今天是盤中下沙樂白點 那尾盤又再拉上來嗎 其實這就像我們在今天早上 所講的是一模一樣 我直接帶大家來看 來你看 今天的台股 是開低走高 我直接帶大家看線圖 來你看喔 他的線圖是長這個樣子 開高之後 往下回落 往下回落 那一直到大概是11點半 再往上去拉 那你看 我從上禮拜五 到今天早上8點30分 全台灣唯一 早上8點30分 開盤前半小時 在中視 直播 幫大家解盤 真的不誇張 全台灣唯一 沒有人想做這件事 吃力不討好 一講完半小時後 馬上驗證你 到底準不準 是不是 我從上禮拜五 到今天早上 我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以加權指數來講 實質的 支撐點 就是 有真正買盤的 支撐點 它是落在21250 你去看有沒有誇張 你去看 我一直跟大家說 我是商品期貨起家的 產業專家 這個指數的掌握度 真的不誇張 21250 來你看 今天21250在哪裡 在大約是 這個位置 這條綠色的線 有沒有 21250 支撐支撐支撐 11點半 擊殺嘛 這比較偏向情緒性的擊殺 可能說 聽到 新上任的總統說什麼 言論有點情緒性的擊殺 跌下來之後 一直到尾盤 又往上拉 今天最高是收債了 今天最高是收債 21271 直接往上收 你去看 有沒有 直接收下眼線 所以等於是說你在今天 你只要在21250以下 你去做多 全部都賺錢了 是不是 你如果說跟著我們家大盤在做 你光是做 指數 你已經賺到翻掉了 從上禮拜五到這禮拜一 一模一樣 21250 我都一直強調這個邏輯 就是說 他有比較強力的支撐 那只要你在21250以下 你去做個短多 幾乎都會賺錢 是不是 今天收盤是 21271 又是輕鬆賺 所以這就是我對指數的掌握度 好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你說 這個時間 加權指數 他到底有沒有什麼風險 又或是說如果520之後 那政府不去撐盤怎麼辦 會不會開始回落 來我帶大家來看 為什麼我會說台股 真的非常的幸運 因為美股四大指數 就這麼剛好在520過後 也正式轉強了 來你看 其實以正常的情況來講 我覺得 這個邏輯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說 520前拉指數拉全只股 把指數撐在一個很漂亮的位階 那當 520過後 開始往下回落往下回落 這是有可能 但是就這麼剛好 來補上來的 就叫做道琼 有沒有 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 道琼已經補上來 等於是說 台股 如果說台股在520過後 沒有人 刻意去撐指數的話 那美股又還沒轉強 可能真的會小幅度的 橫盤整理 向下回落一小段 結果沒有 道琼轉強了 而且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技術面也要轉強了 道琼已經正式創高 NASDAQ 也正式轉強 S&P500 有沒有 均線也正式交叉了 黃金交叉 既均線 跟月線 出現黃金交叉 正式轉強 所以等於是說現在的台股 你說沒有政府的買盤在撐了 有美股在撐 而且我就一直跟大家講這個邏輯 就是說 美股四大指數 它的連動性非常高 不可能說道琼大漲 S&P大跌 肺半也大跌 不可能 都是起漲的先後順序而已 所以你看 這裡 道琼大漲了 NASDAQ也跟著往上漲 S&P500也跟著往上漲 那比較落後的是肺半 那就像我講的 其他三大指數都大漲 肺半早晚要創高 那肺半創高 你覺得台股不會跟漲嗎 一定會嘛 所以我才說台股真的很幸運 天之交股 真的就是這樣 你說沒有政府資金在撐 現在就輪到美股來撐 所以大方向的格局 真的不用擔心 就這樣 那也像我們在上禮拜五所講的吧 其實說大方向沒問題 那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說的 很多人都說 在這個時間 其實不是不相信行情 也不是不想賺 也不是不想進場 只是我就想買的更便宜 是不是 很多人都這樣告訴我 老師我相信AI 我相信聯儲會會這樣行 我也相信這個多頭行情 但是我希望它能夠再跌下來 我再進場 是不是 你也是這樣想法吧 就像我講的嘛 我們有時候在買東西嘛 有時候我要買這個東西 我先把它加到我的購物車裡面 但是我不急著買 我等到大特價 我等到周年慶 我再出手去買 是不是 就是這樣子的心態 那我告訴大家 其實以現在台股來講 想減便宜的心態 我都知道 但是其實想減便宜 不用等到指數跌 真的不用等到指數跌 盤面上就一堆便宜貨 因為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來我們看一下 其實所謂的 便宜 說我要去減便宜 我要去買這個勝率非常高 位階非常低 低風險又高報酬的股票 所謂的減便宜 你要先有定義嘛 什麼叫做便宜 便宜其實就是 股價 低於這一間公司的價值 就叫做便宜 所以我們買的越便宜 勝利就越高 當一檔股票 它的價格跟它的價值 落差非常非常大 勝率就會接近到百分之百 沒有錯嘛 所以你說想減便宜 我直接帶你一軟盤面上 股價低於價值的股票 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你說 在這個時間 等不到大盤下跌沒關係 就算不跌 盤面上 還是一大堆便宜貨 你說怎麼去看 個股便不便宜 就像我講的 法人的個股評價 預估本益比 等於股價除以未來的預估獲利 我再強調也這是未來的預估獲利 你用這樣子的邏輯 用這樣子的公式 法人 外資 投信 自行商大戶 秉種資金 全部都在用 你就會知道 現在這檔股票 它到底算不算便宜 那很多人就要講 欸老師 這個 本益比它會隨著不同的產業 不同的 產品結構 有所變化 沒有錯吧 好那 怎麼去找一個最簡單的 其實我跟大家說 因為說 產業別不同 跟這間公司的產品線不同 它適用的本益比 全部都不一樣 那最簡單最簡單的判斷方式 你就去看大盤 現在大盤預估本益比 要是24倍 大約是24倍 所以只要說這一間公司 它是低於24倍 基本上 以 廣義的角度來看 它就叫做便宜貨 那都比大盤便宜啦 當然是便宜貨 所以我直接帶大家來看 所以就像我講的 其實說 趨勢這個東西就是 一點一滴累積出來的啦 在還沒有要反轉之前 大家我們就放心去買 放心的帶大家去撿便宜 一旦有風吹草動 我第一時間會告訴大家 你去看 我對大盤的掌握度有多高 21250 這個數字連講了兩天 不破就是不破 你只要在21250以下去買進 全部都賺錢 通通都賺錢 所以這種比較關鍵的價位 在我的早上的 直播解凡都有 大家就可以去看我的YouTube 所以我們再繼續來看 包含像是聯發科 有沒有 聯發科我們在兩個禮拜前 我也是跟大家強調 2454的聯發科 他就是真正的便宜貨啊 為什麼 你說聯發科怎麼會是便宜貨 哪裡便宜1000塊 就像我講的 一個東西到底便不便宜 看的是他的價值 不是他的價格 是不是 不是他的價格 就像2454的聯發科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聯發科他主要是 做這個 手機嘛 他算是手機的龍頭 那以手機龍頭來講 因為說聯發科他是一些天氣系列 旗艦機種 所以他本益比一定 他是龍頭廠 本益比一定可以到比較高 那以目前在手訂單來看 至少可以上看58到60 上看58到60 我們在前兩個禮拜就講了 1000塊錢以下 他叫做便宜 買點 為什麼 1000元以下本益比才16倍 才16倍 跟一間龍頭廠來比20倍以下很便宜 跟大盤來比 低於24倍還是便宜 所以基本上聯發科 在1000塊以前以下 我們就可以確定 他的股價是低於他的價值 這是不是便宜貨 這當然是便宜貨啊 所以你說需不需要等大盤跌不需要 大盤沒有跌我們一樣能夠買到便宜的聯發科 1000元以下 那你看 有沒有 今天最高1195元 20% 足足20% 就這樣送大家了 20萬 聯發科大賺了20萬 因為他的股價 低於他的價值 勝率100% 所以我跟大家說 你現在 不用等大盤跌啦 大盤沒有這麼容易跌 不用等大盤跌 盤面上就會有一堆便宜的好股票了 甚至包含像是2367的藥滑 藥滑也是啊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 今天繼續再創高39.8 非常的漂亮 藥滑我們在5月6號就跟大家公開預告嘛 有沒有5月6號 5月7號連續預告了兩天 公開預告兩天我就告訴大家 藥滑真的是不貴啦 藥滑他很明顯 他的 股價已經低於他的價值 這種 勝率已經接近100%了 為什麼 因為當時我就講嘛 藥滑他是 轉機股 他今年低軌衛星正式商轉了 為什麼低軌衛星甚至 Homigo 為什麼正式商轉了 因為看森達克就知道嘛 森達克在第一季的低軌衛星營收比中已經高達了 30% 已經高達了30% 就代表說整個低軌衛星他已經下放到商業用途 商轉 看到這個情況我就會知道 今年的 藥滑 他營收要進來了 所以我在兩個禮拜前我一直強調一直強調 2367的藥滑今年會有虧轉盈 是不是 第一季營收開出來真的有虧轉盈 直接往上噴 從26噴到40塊 而且當時我也講嘛你看 藥滑在今年預估賺1.8到2塊 預估賺1.8到2塊 26塊錢的本益比 只有13倍 13倍這個已經 非常非常偏低了吧 就算跟低軌衛星的產業來比 13倍太低 跟大盤一比 又更低大盤24倍他13倍 所以藥滑有沒有符合 股價大幅低於他的價值 當然有啊 而且還低到爆炸 勝率100% 今天最高來到39.8 我們最高是大賺了40% 公開的 公開告訴大家我們是買在哪裡 我們哪裡獲利出金大賺40% 有沒有 你看 4月9號星期二嘛 2367的藥滑 今天可以去買進 當時大約是26塊 一直到上禮拜 4 訊息會員 2367的藥滑 最高獲利35% 獲利一趟 通通都賺錢 大賺了35% 那就像我講的 因為說我們 部分的清代會員 那個 張數真的太多了 200張300張在買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在一天內就出完 上禮拜試出一點 上禮拜我再出一點 一直到上禮拜 已經出清全部的持股了 最高大賺40% 是不是 這就是減便宜嘛 你說 藥滑在上漲的這段過程 大盤有沒有跌 大盤沒有跌啊 那為什麼有便宜貨 因為他的位階低嘛 是不是 所以那也順便講一下 藥滑大賺了 40%獲利出場之後 很多人說現在還能不能買 我就說在這個位置 我是不建議在進場去買 邏輯很簡單 就像我講的吧 2024年預估是賺1.8到2塊 好那就算說上看好一點 大概可以到 2.1到2.2左右 那2.1到2.2左右 給他一個最安全的本益比 20倍 超過20倍基本上就有一點風險 大於利潤了 所以我給他一個最安全最保守的本益比20倍 以20倍來講 他比較合理的價格就大概是40塊 沒有錯嘛 今年估就大概賺2塊上下 2塊上下給20倍40塊 所以接近40塊這個位置 我就不會再去買了 有持股的也會建議先賣一趟 原因很簡單 因為說不是說過40他就不會漲 而是說40元以上 他的風險就會大於他的報酬 那我去買他幹嘛 是不是 這就是做股票啊 為什麼說一檔股票一定要報個50% 60% 70% 我就講了嘛 每一檔我只帶我的會員賺最安全最有把握的這一段 我最有把握的就是從13倍到40 從13倍到20倍這一段 從26元的要滑到接近40元的要滑這是我最有把握的 那你說繼續會不會再漲有機會啊 有機會到41到42 問題是 在往上的那一段 第一我沒有把握 第二他是風險高於他的報酬 沒必要去跟他賭 是不是 這就是做股票嘛 這也是為什麼說我們長期以來 績效都可以這麼的穩定 所以 同樣的邏輯 你看 包括我們上禮拜所講的2368的金像電 有沒有 2368的金像電也是一模一樣啊 我就跟大家說 金像電 他還沒有修正以前 我沒有到非常看好 但是當金像電從280多塊錢修正到了不到200元 我知道這我的機會來了 今天相對都還是強勢 我們在上禮拜佈局完沒多久 跳空上去 直接過200塊 今天最高來到209 都還是強勢 是不是 你說2368的金像電 他是便宜嗎 當然是便宜啊 你從技術面看 從基本面看 從本益比面來看 金像電就是便宜的股票 就像我說的嘛 2024預估要賺 12.8到13.6 大概是這個區間 那又加上 金像電在第一季的毛利率是比較低於市場預期 主要是因為說 他要消化傳統伺服器的庫存 所以毛利率會低 但是在下半年 他AI伺服器會慢慢的開出來 毛利率會再補上 所以其實在第一季毛利不如預期的利空 股價早就已經修正完畢了 那接下來他就是要反映未來AI伺服器這一塊 所以我當然經常去做切入 所以你看 很多人在問 老師 你在上個月 或者說兩個月前 你不是說金像電先不要買嗎 怎麼現在又開始在買金像電 這個邏輯很簡單 就是說你想買一件東西 他就沒有打折 你就不想去買 有沒有 這個感覺是什麼 你知道嗎 2368的金像電 我就是一直放在我的購物車裡面 一直放在我的購物車 我知道他是好公司 我知道我會出手去買 但是我要等到他大特價我再買 是不是 我想買便宜啊 所以我要等到他大特價之後我再出手 有沒有 2368金像電 真的是一出手隔一天 一度是漲停板 就在這裡嘛 買完隔天一度漲停板 所以就像我跟大家說的 其實說 我給大家都是一個大方向 那你說什麼時候要進場 什麼時候要加碼 什麼時候要減碼 或是說 這個產業裡面要挑選什麼樣的標的 這個就是會員權益 所以你加入操作我會直接給你說最精準的個股跟一些 進出場點位 所以你看金像電 你看 就像我說的嘛 在金像電在大概是 兩個月之前最高是來到284 284 他的基本面沒有任何的變化 但是問題是 他的位階幣不便宜 從284 跌到200元以下 終於等到了 股價低於他的價值 200塊錢以下本益比連15倍都不到 很明顯 股價已經低於價值了 有沒有 非常漂亮 這個底部就成形了 目前目前都是持續看好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其實在現在 大盤沒問題 如果說你是在等下跌你想去撿便宜 找我準沒錯 因為牌面上太多了 太多這類型的便宜的好股票 你說你想要低風險 高報酬 你想要買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不用等下跌 不用等下跌現在牌面上就一堆 所以把握機會 你說不知道怎麼操作 有哪些便宜的好股票在520過後可以提前佈局 打電話進來 或是去我們右下角的Light 因為我要告訴大家 不管台股在哪裡 永遠一定會有便宜的好股票 我們休息一下 好所以大家擔心的問題 不是說不會發生 而是說 他後面還有更大的力量在製車 是不是 大家擔心 520後如果說政府 互盤的力道結束了 台股會不會往下回落 理論上來講 這是會 但是就這麼幸運 美股剛剛好又轉強了 剛好補上去 是不是 你說美股四大指數都轉強 S&P轉強 道琼創新高 NASDAQ也創新高 費半一定會跟上 當費半跟著往上創新高 你覺得台股能跌到哪裡去 這個邏輯就懂了 四大指數 它不可能脫鉤太嚴重 所以費半早晚要被帶著創高 當費半往上創高 你覺得有可能費半在創高 台股會跌嗎 不可能嘛 所以你理解這個邏輯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台股真的是天之交股 可能說政府力道不見了 那 更大的外資力量 補上去了 所以在現在就完全不需要去擔心 有任何風吹草動 我一定是第一個知道 因為我每天早上8點半 都在幫大家追蹤 全世界的商品 全世界的指數 有任何風吹草動 我一定會跟大家講 就像我講的 就是說 指數要轉空 不可能因為單一事件 現在是一個多頭 不可能突然遇到什麼事件馬上轉空 這是累積的 可能說 要累積10分 才會轉空 那可能說美債轉強 這算1分 美元轉強 算2分 要累積到10分 才會轉空 那你去想嘛 我每天都幫大家追蹤這麼多商品 當累積到了6分 當累積到了7分 我難道不會有警覺性嗎 是不是 所以目前所有商品來看 沒有任何1分 全部都是利於股票市場 所以我才說 放心去買 真的放心去買 我再證明一件事給大家看 你可以去驗證 說 憑什麼我叫 全市場唯一商品期貨期家的產業專家 我再跟大家預告一件事 給大家參考啦 就是比特幣 來你看喔 如果有在做比特幣的投資朋友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比特幣會創高 你就記住我這句話 比特幣會創高 為什麼 因為黃金創高了 黃金我一直強調 黃金以今年來看 上看2600到2800 邏輯是什麼 我在早上節目講得很清楚 那當黃金創高之後 比特幣他會跟著創高 你不相信你自己去驗證 你不一定要做 但是你可以去驗證 你就會知道我對於這些商品的掌握度 到底有多高 好所以我們回到台股來看 好所以記得先加入我們的 Light 小老鼠 W178 W178 在我們的Light 我敢告訴你 全台灣你找不到第2個 沒有人在跟你什麼 美股 日股 韓股 歐股全部都分析 美在黃金 VIX 原有 比特幣 全部商品都分析一次 只有在這裡有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 好我們再回來看 所以就像我說的 不管台股在哪裡 永遠都有 便宜的好股票 尤其是如果說你現在相信行情 但是你在等著要撿便宜 現在一定要進場 你找我準沒錯 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說 我要等下跌 你把它生活花一點 然後 我要去買 買一個商品 一個什麼包包 沙發吹風機等等的 我先把它放到我的購物車 你一定有這個經驗 你就查一下 我先把它放到我的購物車裡面 或者說我的 代辦清單 代購買的清單裡面 我等到大特價我再來買 我等到周年慶我再來買 結果真的大特價了 東西都賣完了 是不是 有吧 我購物車一堆東西 我要等到大特價一起買 結果大特價之後 全部都售完 已售完已售完已售完 這不是跟股票市場一樣嗎是不是 我要等下跌我再來撿便宜 結果等到真正下跌了 不好意思行情結束了 就是這樣啊 所以我才說 不用等下跌啦 不用等下跌 你盤面上一堆看一下 盤面上就會堆便宜的好股票 2313的滑通 有沒有 今天 漲勢也不錯 最高來到79.7 當天又 又是一次 跌停板跟大家預告 你說我對個股的掌握度到底有多高 3036的文頁 來你看 2313的滑通 當時跌停板 當時好像是因為 單月營收下滑的樣子 還是第一季營收不好 那我就講 第一季叫做淡季 淡季的營收下滑不是廢話嗎 是不是 怎麼會因為第一季的營收不好 而去賣股票 第一季的營收不好 但是全年度的營收是好的 那第一季 跌下來 這不就是一個好買點 所以當時我就跟大家講 低軌衛星已經正式上傳了 那滑通有部分的 營收是在低軌衛星 所以今年預估是賺5到6 今年預估賺5到6塊錢 跌下來最低本益比來到了12倍 來到了12倍 12倍是什麼概念你知道嗎 12倍就跟26元的要滑是一模一樣的 26元的要滑本益比只有13倍 71元的滑通 本益比只有12倍 這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是不是 所以當時的滑通有沒有 我寫得很清楚喔 5月10號 本益比12倍 便宜買點 今天最高 79.7 當天最低是來到了71塊錢 跌停價 71塊錢 今天最高79.7 有沒有 這個V轉轉得多漂亮啊 這就是被誤殺啊 為什麼跌這個跌停板 市場上總是會不試貨的人 亂賣股票 賣下來就是我們試貨的人 的機會啊 多漂亮這個V型反轉 所以 這就是掌握個股的價值 那目前的位階都還是很低 是不是 為什麼跌停板 當天也破線了 技術面也不好看 我怎麼會跟你說 這叫做便宜的買點 因為我懂他的價值嘛 是不是 甚至包含像是其他的也是 你看喔 其實說 專業的分水嶺 就是要去看大跌的股票 大漲的股票誰看不懂啊 技術面轉強 KD轉強 均線交叉 站穩 記憶線 全世界都看得懂 專業的分水嶺就在於說 下跌的股票怎麼去解讀 2313的滑通 當時跌停板告訴大家 那還有 最具指標性的 8112的智商 有沒有 你可以去回顧一下我的節目 當時智商第一天跌停板我就講了 85元以下你小買 81元以下你去大買 今天最高多少 85.2 不管你在85元買 81元買全部都賺錢 那你如果說照我的邏輯 85元小買 81元大買 今天最高85塊錢你是大賺 賺翻 3036的文頁也是啊有沒有 當時 還沒有跌到120 我就跟大家講不要積了低階 等到120元上了下 或120元以下 再去做低階 因為他的預估本益比才會掉到15倍 投資價值才會出來 真的 最低就是到120 跌不下去了 這就叫做掌握度 還有包含像是 我們一路跟大家預告的 創意也是 有沒有 今天繼續在創短高 最高來到1465塊錢 我就說了嘛 IPC制裁這個產業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算是說 非常的特殊啦 他的技術門檻高 股本又輕 所以上去速度會非常快 我要強調一次 其實說IPC制裁這個產業 他的本益比在30倍以下 他都大概像是一般電子股的10倍 因為畢竟說IP這個東西 他的 毛利本來就比較高 他也不需要什麼成本 所以他的本益比一定會偏高 這個很正常 那以3443的創意來講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年限之下一律去找 買點 加碼點 不要去殺低 年限之下 他的本益比那個剩下35倍 差不多 太便宜了 今天最高 1465 有沒有 你看喔 就以 創意來講 也是快要回到年限了 我把年限切給大家看 240MA 有沒有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年限之下不要殺低 年限之下我們一律都是去找加碼點 所以快大概明天就上年限了 這就是一個產業的邏輯 還有說3661的市新也是 有沒有 年限之下 不要去殺低 結果 講完沒多久 貝佐斯的消息都出來了 是不是 貝佐斯 他就是 市新的最大的私募股東 年限之下不殺低 這些都是持續看好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其實 在這個時間 不要覺得說 指數很高很高 我一定要等到台股下跌 再來去減便宜 因為我知道現在指數位階高 大家會想買低 這很正常 指數現在21000點 相對位階確實高 所以要去減便宜 這個觀念沒有錯 這個觀念是正確的 指數位階高 我們當然要去挑便宜貨減 但是所謂的挑便宜貨 不是等大盤下跌 因為等大盤真的跌個1000點2000點 我跟你講你不敢進場了 你覺得行情反轉了結束了 是不是 所以等到真的跌下來 行情早就結束了 要買就是趁現在 我帶你來 減盤面上 真正未借低的 便宜好股票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說不管台股在哪裡 永遠一定會有便宜好股票可以買 直接來電 或視訊我們右下角的 ID 小老鼠 W178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下講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